那些所謂的 已經用完了 會爆炸? 不會爆炸 但是它會外洩 不會外洩 如果它不再冷卻水 如果它附霧在空氣當中的話 它會不生外洩 但不會爆炸 反應怎麼會爆炸? 它在水中不會外洩? 在水中不會 但是要是說它水位下降或冷卻水流失的話 就會爆炸 附霧在空氣裡就可以 我所知好像是 荷蘭要放油 反應完之後產生了附 那美國要收回去 它那個實在是最危險 而且那個可以做原子彈 美國會收回去 那剩下的就是 這個當然很恐怖 可是美國不可能要留著 剩下就是那些 在核能電廠又過的這些 比較 方色性稍微低一點的 那你要想辦法自己把它處理掉 那實際上就是 擺在核能電廠 應該點比核能廢料的儲存廠更危險 好像大家覺得 感覺好像大家覺得 自在核能電廠旁邊比較擔心 自在核能電廠旁邊好像很擔心 對 都很擔心 其實都很擔心 對啊 不過好像 我們大眾被教育的好像就認為說很危險 然後這麼這樣子就很危險 對 其實是還蠻危險的 但是目前美國沒有回收 目前沒有 我不曉得在之後會不會有 目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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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都還在補 對 那剛剛會講說核能還可以再處理 再利用有些國家 像英國法國就在 還有日本在研究這個技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研究這個技術不就可以回收 當你擁有和電廠這個廢料再處理 就不複的這個技術的話 一定會等於你就有辦法做原子彈 那台灣現在是沒有這個技術 也不允許有 那但是 像英霸日還不是這樣子的妄想 所以 我為什麼說北俄是真實的 因為他就覺得我不要做原子彈 我一定會把它買跌跌 這真的還是比較和平的國家 那像我們看到英國法國 甚至像印度北韓都還在打那個複的主義 南韓也是 對 大概有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台灣實際上是針對 就是三百年的那個 就是那個和肥料在做處理 那個就是高放射性的和肥料 我們台灣目前是用什麼方式在處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就是導演也有講到 就是他們北歐的官員是很誠實的 那是不是也是因為他們很誠實 所以讓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導演 他在拍攝的時候 他可以很真實很貼近的去記錄 不然的話我相信這樣子的東西 在台灣是覺得拍不出來的 對對對 就大概這兩個問題 希望可以分享 那第一個問題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台灣現在的高放射性 現在還放和電廠旁邊 和電廠裡面 和電廠裡面旁邊的燃料池 沒有處理 沒放射線就是沒有地方 那他就是完全曝露在 還是有做一個隔離之類的 就在和電廠裡面 對 然後反應旁邊就是有一個燃料池 就是 現在就是放這裡 這都是暫時的過渡性的處理 他大概可以放的 像現在台灣那裡 放大概放30年 像和電廠 他運轉32年 所以他那些燃料放也放32年 那 就是沒有辦法處理 那現在呢 還是台灣還是有想一個辦法處理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說 因為還沒有找到最多的處理廠 水池又放滿了 所以他們就把它拿出來 做乾脆儲存場 就是 因為他已經冷卻了30年 溫度降低了 他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也是用剛剛的 銅子銅子 銅起來 然後在和電廠旁邊 蓋一個很重要的倉庫 他要暫時放裡面 這叫乾脆儲存場 那 乾脆儲存場呢 也是過渡時期 因為乾脆儲存場所使用年限 大概到25年 只能再撐25年 所以台灣其實只是把你的問題 一直在燃 水池加大 不行的話 那好吧 拿出來都乾脆儲存 再撐了什麼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面對 這個腕簷 就是你一定要蓋一個腕簷儲存場 那台灣有沒有辦法蓋 目前還沒用 知道 對 那剛剛六個問題是 其實導演其實 我覺得北歐的 這些政府官員跟科學家 還是稍微比較 比較願意誠實的 而且也比較願意友善的接受 導演的訪問 就替願家面表達真實的影片 那其實這部片的話 後來那個導演有跟這些丹麥的這些 衡量安全局有達成一個共識 什麼共識呢 就是導演要求說 他這部影片完成的時候 讓他這部影片 可以放到這個可貝拉上面 在最後觀箱的時候 讓他這部影片 變成裡面的資料 那 那 所以現在官員答應了這樣 就是表示這關也沒有看這個影片 生氣 也答應了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理性的 一個公民社會的討論方式 那些官員沒有因此而生氣 這樣子 因為他講說事實 只是你民眾怎麼選擇 那 但是我自己懷疑一點 就是雖然導演的影片放棄 但我也不相信未來十萬年 也不能看 就像我們以前 劉飛越學會實現都不能看一樣 現在DVD 恐怕不用等十萬年 恐怕再等十年 媒介都不一樣 你不見得看 這就是 讓你去想到 這個問題 我相信當初 《金字塔法老王》 那個螢幕上面的符文 一定都會寫 不准靠近 靠近會死 誰不想把它挖開來看 看不懂 你還是看不懂 雖然看懂你還是不覺得 那個 那個 第一個 就是 就是蔡英文蔡主席 她講說2025年 可以建立那個 飛虎家園 那 你覺得她這個 她的依據 還有她之前的 這個部分的處理 就是三十兩 二十五年 那這個部分 對台灣 是可以承受起的那個 重脈 那就是一個 那另外 這個 你們有沒有曾經 試著放這樣的免聘 給立法委員 那我要說的是說 因為我之前 不是 我一直都有參加公民監督 國會毛毛 那 我們現在也一直在想說 應該怎樣 把立法院的戰場 讓回來地方 去監督那一席的立法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六 12月17號 我們準備在嘉義 辦一個公民平台 邀請三個 是立委候選的 那除了論述她的主張之外 也接受我們的這個公民的提問 那其中呢 有關於這個核能 這個安全 包括核四到底 我在想 這個如果說 你在這裡順便邀請貴單位 如果願意來參與 那就是可以直接 不管誰當選 我覺得就是直接去跟立法委員做對話 那他們會在 因為未來他進去也會在那個立法院 去形成這樣一個決策 就是是不是這樣會更有效的去在內部做一些影響力跟運作 我當然很希望給台灣越多人看越好 那重點是他們願意做起來看 那其實之前這個影片在 至少這樣的 至少這樣的單折 對 他們拿到過嗎 應該有 都有拿到過 喔都有拿到過 不好意思 可是沒有在選民的監督底下 真的看到立法 放在下面 台灣有這麼順利的我都是沒有見過 哈哈 之前我們在6月13號有反對立法院編列核式預斷 對 我們就是跟公眾盟要了所有立委的電話 號召民眾打電話到他們辦公室 要求他們停止了是預算的 很多都不接電話 可是助理接電話都很優的 就是說 啊我們知道了謝謝快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個人的力量還不如集體的力量 對 就是我當然是寧願說 例如說我們現在推聯署 如果我們真的有10萬分聯署 那當然沒有一個立委員的小區 不然的話我們民間團結 其實常常做這樣的事情 立委的助理大概他們會容忍住 10通電話他們都不怕的 恐怕一兩百通電話都在怕 對他們不會跳 我的意思是說 讓他們直接去站到前面去跟你面對 而不是躲在那邊 那看我們台灣有辦法直接做得到 那之前我們就因為看影展 覺得他很好 但比如說沒有什麼看得到 所以我們後來請公共電視 公共電視後來買這個店 在電視上放 可惜我都沒有關係看 我們常常在特別這幾天 在電視上放過一次 如果各位真的覺得影片好 我們真的可以聯署請公共電視 在大選之前 再放一遍 要總統候選人看 叫做立委看 在電視上放 那公司已經買過一次 再放一次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更多人看到 總比我們這些民間團體去請立委看 人家立委愛理不理人 對啊 電視上他們就都看得到 那當然我覺得 嗯 我們剛剛回來講說 現在台灣的政策 對於核電的政策 當然對於環保團體覺得 還是不夠滿意的 第一個就是核開要政策 沒有人真的提起 我覺得是道理 沒有人敢提 對 沒有哪個憲號的人敢提 他們先都沒 那第二個就是 嗯 目前兩黨的都有說 要非核家流 那即使是 就是國民黨也都說要穩健檢核 但是我們都覺得速度太慢 好 都覺得速度太慢 就是 嗯 2025的意思是說 一支核一核二核三場 就到時候 騎滿這戒指 那其實這是 是基本的 那當然我們當然很感謝 民進黨首相提的這個要求 那後來 經過我們 像國縣也知道 我們經過4月30號的反而大遊行 然後民間一直再反而回家 後來國民黨也 退讓了 國民黨後來 馬尼德總統的能源政策 也是說 2025 就是核一核二核三 都會停下來 像 到齊都會停下來 香港40年 就不再延長了 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民間的力量 是很了不起 不然的話 之前不管哪個黨執政 都說核電廠要再延 20萬到60萬 那這是因為日本核災 跟我們民間反而回家 但是呢 現在最大的爭議就是在核四 對 我們現在希望說 核一核二核三場 能提早處理的話 如果台灣的過渡時期的政策 都 人源政策能夠替補照 我們希望能提早幾年 就提早幾年 好 你越提早幾年 可不可以要就越少 那但我們希望說可以再提早 好 如果政策做得更好 那但是核四的話 我們當然希望它不要運轉 那但是現在 就是國民黨還是沒有放棄這件事情 好 它還是覺得要運轉 對啊 那民進黨雖然是說完工不運轉 但是我們都很擔心完工之後 到時候又很 對 不管到誰是真的 又會有很龐大的民進說 既然完工就給它運轉吧 所以其實我們都覺得 有點危險的 我們很希望說現在就宣布 可以運轉吧 因為現在核四廠還沒蓋好 它的燃料棒還沒放進去 所以它整個廠子是沒有補色 它只要一旦燃料棒插進去 一開始運轉 不要說運轉一兩年停下來 那沒有意義 因為它那個就長去裡面就補色 那那個地方就不能再改建成 你不能把它改建成 天然氣場 風力發電場 還是太陽能量 都不能改 那裡面就有補色 對 這是化學生物的補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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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我一直想知道說 我們反正那種電場 反正那種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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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電 對他們來說 這是比較審視的方法 可是到底是後面還要哪些 背後團體在撐料 就是我們一直都 我一直是 就是聽到一些說法 他們不是很確定 所以我們好像感覺反正那種電場 他們的背後 背後那個到底是誰在給他撐料的 那些利益團體 或者哪些人 我們一直都不太清楚 我們是不是 如果知道這些人 或是知道這些團員 我們看把矛頭指向這些人 這樣比較 這樣比較不會讓我們 我們一直在跟政府對抗這樣 好像感覺到 他們可以有一股另外一股力量 就是他們 這些背後的有利益的人 他們就會假裝他們形成另外一種生意 他們要施責合併 因為政策需要 國家需要 是會需要的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 他們背後的這些人 有跟合併有利益關係 會不會可以比較有 政戰合理性來 幫我們推進來 到底是哪些 好 那個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我這邊有幾本書 如果大家以後有進去可以留下看 因為當你對於 文件知識越了解的時候 你越知道 背後到底是什麼 還有這個政策 制定的歷史過程 到底怎麼會變這樣子 那 那 傳業了 大家可以跟進去 尤其是最近新出來的兩本書 就是 這邊就是有 這個是 12月1號才新出來 11月30號 台灣必須廢合十個理由 是作家留理而寫的 那裡面就有講到很多問題 還有他前陣子也出了一本就是 我們經不起一次核災 是台灣第一本針對日本福島核災的輔書 那他寫完福島核災書之後 再開始寫台灣為什麼要廢核這樣子 好 那大家可以傳閱一下 那還有這個是 我們會裡面翻譯日本的核電員工的 他們對於核電廠的一些控訴 這樣子 大家幾個成員 那其實在裡面他都有講到說 到底 核電廠背後的是什麼 那其實核電集團是非常龐大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電廠是跟誰買的 我們是跟美國買的 然後 美國又再反包每日買 所以其實 一般大眾不太清楚這些事 所以他們也一直 可能很多一些 台灣人就很忙什麼 然後就感覺說 電視上面在爆 那有些人就真的會覺得說 那這些和我老船型在 我們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大部分台灣人才懶得去看書 除非有人在電視媒體上面 報導一些佛德 他們大概自己會去看書 不會去了解這意思 然後他們就 不知道那一幕當然就是 很膚淺的看 我的意見是這樣 我們也許 我們這些人也許知道 但是大部分的核電廠 根本就沒有手指 然後就這個民意 就很容易被操耗 我想其實大家常常在講是什麼 但是媒體爆沒有 蠻麻煩的 所以他才會必須要靠書 問影片或者是 我們任何這種小眾傳播去傳 那其實我想 理由 這真的講過很多次 我覺得最主要的 第一個就是美國跟日本的壓力 讓大家賣給台灣 可是問題是 台灣在那個時候買的電廠 一定是公民黨沒錯 所以其實公民黨為了要捍衛他自己 當初的決定不是錯誤的 他們是非常激烈的在演奏 那這是非常 可以說但就是 我覺得恒南集團 背後其實就是 公民黨還有美國跟日本 那 可是呢 我覺得 還有很多部分 是像我們影片裡面看到的講 其實 支持的當然不只這些 抽象的還有包含很多 一些 相信經濟至上的 或相信科學萬難的專家們 所以我說這是複雜的 那這些專家呢 我並不會去人生公司 所以他們已經是收錢了 所以非要再 常獲我們接受核電不可依 而是 而是他們對於這個科技萬人的 那樣子的傲慢 好 像清大合同系的 所有的這些教授們 其實到現在呢 輔導人在之後呢 你還是可以看到媒體 把握他們 他們還是會告訴你說 大家不要害怕 這個 再會翻譯日本 再附近會翻譯台灣 好 然後或者會告訴你說 投票像現在 一時還沒有辦法 但是未來有辦法 那就有點像等於是 那個科學小說裡面說 現在人類的決定 沒辦法治 所以把我們冷凍起來 未來一定有一天可以治 他的想法是那樣子 這是所謂的科技萬人 那這些人也是一個很大的 支持可能的一群力量 所以你會看到媒體 假如去訪問台灣的專家們 你會聽到好像專家都是一面倒 所以台灣的核電專家 其實都支持 那這點就是有點差別 因為像是在日本 在日本輔導核在之後 日本就出現一堆 反核等的核電廠工專家 這是台灣看不到的 所以這也是 我們有一本書叫 《回電員工遺言》 就是那是核電的工程師 還有當初 輔導核電廠的設計者 出來講反核話 這是非常台灣看不到的事情 就是這些當初的工程師 跟科學家 一定覺得 我們當初講錯了 我們現在承認錯誤 我覺得哪裡不對 但我們台灣的這些 對人家們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 可能都這麼不對 你承認自己的不對 其實可能是 因為我在清華待過 這些專家 這些教授 其實都是火科會養的 但靠這個生活了 所以那我也沒辦法 這個還是要請大家幫我們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環境教育 綠色公民行動聯網 反而大家也趕得去幾年 那我們今年除了有發起遊行 我們跟各式各樣這樣 我們今天就在推這個 十萬封簡訊的聯署 希望大家能夠幫我們聯署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白色的文件 我們下面這邊是推一個聯署 是如果你用簡訊的話 你用你的手機 發簡訊到這個號碼 098757430 你發任訊 你不管打什麼字都可以 你寫我反核或我反核你的 或者你的名字都可以 它就是一個人民的聯署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門的話 就代表一個身份的字號 是換片名字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聯署 能湊到十萬聖 其實期限是明年3月11號 也就是補導盒在週年 我們現在會到時候 依這個去像 像到時候不管哪一政黨當選 我們都要叫他依這個名義 因為我們現在 怕的不是選前 怕的是選後 因為其實選前呢 大部分政黨 其實看到現在的反而民 都會說他們願意反核 連馬英國都願意 不管是反而民之后 但是我們很擔心的是 選後會跳票 所以我們會非常希望 大家能夠一起來幫忙 做這個簡訊的聯署 所以說如果有手機的朋友 可以現在就幫我們 撥這個簡訊 打進去的話 就可以拿進去 這非常極之極醒 所以就用網路來幫忙 對 手機輸 對不起 這是剛剛的問題 所以你們 你剛剛是說 你們的打電話去那個立法國師 我現在是說 你們在立法國 我們一起來是一十三十五的事情 去立法國裡面 你們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 洪光那些什麼 直接去找立法國 直接給他 我們希望公眾能做 公眾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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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 就是說 除了之前有積極的評鑑之外 然後選前的公開的一個說明 我對核能政策 或者我這樣建立法院以後 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然後呢 不是光選前 選前就是你剛剛講的 就會討好選民 可是選後 我們還是會根據你在當時所說的 持續做這樣的一個監督的力量 所以我剛剛事實上就是說 所以你剛剛回答是說 是公眾能做 你們自己同工沒有 你們在各地方的夥伴 我們是個小的團體 但是我們之前是 開放電話在網路上 然後叫請 呼籲我們的會員跟民主 打電話到立委辦公司去 但是我們沒有人力 一個一個立委辦公司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所以像公眾能也沒有人力 他們也不可能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之前在很多地方 都辦那個公民民建法 所以每個地方都開始有 有這樣的公民的力量 或不是光組織 公民的力量 所以那個公民的力量 他會監督到他在地的那一席的地方而已 所以我現在比較想的是這樣一個 比較持久性的去面對 讓他壓力的問題 地方民意壓力的問題 那另外也藉著這個團一式交易更多 讓你們在台北 就是全國版的資訊更落實在在地化的 一個那種雜根基層的一個資訊的方向 然後我們很願意如果能夠牽線 能夠到各地方去 我們不管去講或做交易 我們都不常願意 所以不好意思 我知道 所以等一下我拿那個資料給你看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就可以來派一個人 就是下個禮拜六 就可以辦你這種 所以我肯定會教練 就是只要那個 只要那個人能夠去講 那都會有四行 謝謝 大家還有人有什麼 問題沒有 他們 會聽嗎 我看你這樣 開始在吞吞 不知道你就是問他那一天裡面 就是他們一直在引爆 在引爆都是自己 然後那些人 在那個環境下好像都沒有做特別的防護 可是他是一個放置被核掉的地方 那我想說就是 肺核的地方很常說這樣不會有危險嗎 然後那這些人 就是應該也知道自己的身體 都處在一個不安運的狀態下 為什麼還會繼續在自己工作呢 嗯 我想他剛剛引爆 應該是在炸那個延遲 所以那個 他為什麼說你看他剛剛 保研開始講說 這個工程做了很久 就從他童年的時候到現在 他長大了 還沒有突然間接觸 因為你可以想像 18億年的那個 年成分非常非常堅固的 其實很難挖 他挖很久 所以他也等於用炸 炸藥引爆在那裡 把那個山洞就挖下去 他引爆是為了 挖的 那 嗯 輻射的問題是還沒有 因為他現在還在挖 他還沒有進去 所以裡面是沒有補色 就公園沒有保護 他就像一般挖礦跟一樣 嗯 對 那所以在那補色上是還好 對 應該 就他後來講就是像挖礦跟一樣 想問一下他剛才就是有一個法律 就是他們的顧問 他是說有關的法案是說要說 他們這個要記錄下來 所以他們這個 他說的法律規定要他要記錄 那是法 那個法律跟他這個整個計畫 是有什麼關係嗎 是政府的命令說要記錄下來嗎 我想他最後再提法律那個部分 其實是 嗯 其實我覺得他是不是很想提醒大家的這件事 就是說 嗯 這件事情光你要留下記錄這件事情 就是有什麼困難 他一直說國家 國家製造庫應該要保護這個很重要的紀錄 因為他前面一直說 我們大家應該把他遺忘掉 我們要永遠把他遺忘掉 可是我們一般人民眾也遺忘 但是其實政府在國家 國防機密的資料庫裡面 其實一定要留下這個很重要的 而且資料一直保護 讓至少讓你後人知道 如果要使用他或避免他 或知道你的詳細的東西 就是 你蓋的那種大盒要來圖 那種東西要留 所以他一直在告訴你說 那個法律說 那個東西要怎麼留下來 但是他討論的時候 他不就已經快投昏了 因為什麼東西可以留十萬年 我不想連 我們的電腦都每十年就是一個世代 儲存系統都不一樣的 然後文字可能三百年就說換一個文字 所以 透光討論問題就很頭痛 其實我覺得導演在那一長段 是不是要告訴我們說 就是人類在世代的轉換下面 你沒有辦法保證什麼 一切都是準確的 即使是現有的任何法律文字 都能很難保障下一個世代 我想因為核電廠或核衛料 本身就很政治 所以以往我想他就是 這個 一個嚴肅 而且要農場的話題 不過今天透過影片 我想不錯 看到還蠻多年輕人 然後又不同以往的 在場試問一下 以前有去從事緩和運動的 有嗎 有幾個 應該 你要看是要多深入的啊 只要有一次 有 連署算嗎 有行 有行 有行的 沒有 要是弘洋師王以前有行的 今天沒有來 好 這樣不錯 這是進步的開始 是 沒有是 一定有去過 所以有這麼麻煩 現在的人 也自認為說 我已經大部分都懂了 尤其是有抗爭過的人 都覺得 好人喔 我都不知道啊 所以 一邊進洞的電影 或是一過間空間的電影 所有人都聽過 所以就覺得 一定可以了 那對於這個沒有聽過的人 他大概也這麼紫色的 反核 那就是民進黨的反核 所以也因為這樣 在政治的 那個投票裡面 其實也很明顯 看東團 有運作嗎 東團的運作 我看要再遊說議員 的機會又沒辦法了 因為他可以真的碰到沒力 說我就背不起來投票 不知道有這個勇氣嗎 所以 一東團還是運作 夾集動員 要對抗的時候 那這個 當然已經到了那樣的程度 也幾乎就是 藍綠對決 所以 這就是 最麻煩的問題 那至於 那個 現在民進黨拿出來 會 有什麼好調 另外那邊還會弄死 所以要怎樣 所以我相信 這是 環河裡面 他們剛才到 這個 最大的困難 那 這是 我相信 是 核市場一堂這個困境 是 大家都在關心 關心 這個 我們現在的 包括核 這個核廢之後 好 但是我們現在看不到 第一現場 綠黨派他們的政將 去到現場 綠門也派幾個月 但是 新聞都報不出來 我們是可以知道什麼 他們的人都 甚至 現在沒有在那裡 學到的一旁 鄉民代表一旁 你會可以怎樣 所以 我相信這種 有很多嚴肅的問題 沒話說 在那個 核市場的預定地的 這個自救會 我看他們更加碎 一過期 包括現在 我心裡也是 所以我對他問 欸 今天我看不到 以前的一個好朋友 有聞通哪 都沒有出現 所以那個過程裡面 要經常出現 又覺得 怎麼都他 但是久沒看 又覺得 但是 未來的人 公圍的 力道的都沒什麼搞 所以 這個過程 是很挫折的 我覺得 也有很多 一個人的時刻 不知道你有關於 他們怎麼去做地方運作 還是他們未來 想要開一間地藏 台北比較多 比較不像外地 一個社團 像是 核市場預定地的那種 那種 那些人要揮發 還是你要再做 保證 你聽不聽你講 我就想到一些 小故事聽起來 大家聽聽 對 就是一個是悲觀的 又是熱門 先講悲觀的 就是 我前兩天附遇到那個 田修進合員 田修進長 田修進委員 然後他是 以他是熟明的 所以立委員 是最膽的一個 可是他一直跟我們暴力說 他說他好可憐 他說立委員裡面只有我一個 我可以 就是 就是其他人 都不是那麼極致的 我就講的難免點是這樣 然後 然後他就說 他去找了 就是核電廠旁邊的立委 就是核電廠旁邊的 這些區域的立委 應該才是到最膽的來 對 對 我不知道核電廠旁邊 屏東那邊是誰 那但是台灣的話 呃 核一核二廠旁邊的那邊是 是 李慶華跟何博文在選 平壤和何博文在選 然後呢 在共僚那邊的話是 民進黨的一個委任審發會 國民黨是誰 忘記 喔 不是 共僚那邊還是李慶華跟審發會 然後 核一核二那邊是 吳玉森 跟何博文 然後你可以想像國民黨委員班 國會反而 可是他說可是為什麼是民黨 那兩個選立委連都不出來反而 田立委就很生氣 他就說為什麼他們不出來 他叫他們 請他們出來他們就不出來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說 啊 這燙手真意不要碰嘛 就是 對選票沒有幫助不要碰 這是悲觀的 大家可以想像這樣說 哇 怎麼連民黨的立委都這樣子 我相信他們私底下的反而 但他們選舉的時候不敢談 是悲觀的 就剛剛六先生 大家都不曉得 對啊 就不敢談這個事情 但是 講到另外一個樂觀的消息給大家聽 就是 那個 前陣子就是圓能會 圓能會自己花錢 偷偷的找人做民意調查 才花了不少錢 就是做那個全台灣人 現在對於何能支持度的民意調查 然後呢 我因為是環保團隊 所以被 有被邀請去聽到那個結果 然後我才知道 從 日本福島核災之後 我們全台灣現在各 全台各地的這個反而人支持度 是四成八以上 支持核人是三成核 反對核人是 所以其實 台灣現在反而人比較多 原能會 調查出來這個消息 但他們不敢公布 他們當然是不希望 這個時候都會被大家知道 然後呢 所以這也讓我回想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大選前 民進黨的候選人會推出 這個家園 為什麼連馬總統也會推出 說他的文件費 這樣比較晚 因為呢 其實這兩黨 就是 其實在選舉的時候 他們都不是隨便決定政策的 那他們其實都事前做過民意調查 國民黨也有 民進黨都有 其實他們也都花錢 都原來都要 自己想做過全台灣民意調查 所以現在選 如果全台灣民意調查 反而不是再多數的話 這兩黨都不會在選舉的時候 只能選擇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樂觀的東西 就是從不早回家的時候 真的打破了很多以前媒體 封鎖不定的小孩 大家現在開始覺得喔 聯合電場是會爆炸的 聯合電場是會爆炸的 聯合電場是會危險的 好 因為之前我們其實有偷偷拿到 民進黨的民調資料 就是在小英之前 他有宣布 他的很正誠 民進黨自己做過調查 那也是反而是他的多數 那我相信 老總統前陣子都要這樣講 他們一定也做過民進黨 他們出來也是多數 那喔 國民黨他 如果他覺得永遠是多數 他現在就告訴你 我打死不廢了 全貨都用不到60年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真的樂觀 就是我覺得民進黨是很大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自己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弄黏短 我們為什麼要辦這麼多交易活動 講座大家都是種子 把這個消息穿出去 因為大家一起知道我心靈反和 我說服我的朋友反和 我說服我的同事 我的同學會反和 他覺得好像沒用過 其實是有用的 真正的我還是會聽明白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是要有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樂觀的點上去 講完了 好 好